记者郭安家台北报道,台北市议员彤仲彦前天于基隆酒驾自撞,就连台湾酒驾防治协会会秘书长林美娜都将退选,彤仲彦今上午于议会受访鞠躬道歉,说对不起,我应该要负责,退出年底市议员选举,我错了,做了最坏示范,一切就由自取,应该把机会让给有志苍旋的新人。 他强调,他在月初一做出退选决定,因酒驾提早宣布,媒体追问,有网友与佟仲彦脸书骂消费流英,还有人附和留言她是留学妓女户了。为何佟还与脸书回《枪力》系列公三小?看! 对此,同解释,因为该网友讲的不是事实,我不是妓女大学,我是剑桥大学,没有所谓妓女大学,请不要侮辱性工作者,肥宅苦门。 彭仲彦发表五点声明,第一点宣布退选。第二点则是感免民进党栽培之恩,希望民进党中郑万华区提名四席议员参选人可以全上,请大家支持他们。 第三点是,当初决定参选时,所有看板已经付费,如今广告已挂上,并且租用到投票日,该区参选人不分党派,只要用得到的,欢迎跟她服务处联络,她将无偿提供使用。 第四点,在她剩下四个月任期里,仍会全力做好选民服务,她对不起过去投票支持她的一万九多位选民,退选后将反省沉前,相信她会有改变的一天。 第五点,她请大家放心,性专区的推动,并不会因为阿童不是议员而停止,她将继续以公民身份推动林森北陆性专区I Voting,请相信只有剑桥刘英处理万华刘英。 童仲彦强调,原本打算月底宣布不选,因酒假提早宣布,所有,退选,准备都已经准备好,只是考量到有很多考量,不方便讲,真的很对不起,而且很多乡民说性专区GG了,她认为要相信公民力量,向她即将成为公民。 对于退选后人生规划,童仲彦有些语色,指她自己也会有事也可以做,反正会跟朋友一起合作,请大家放心,并透露她也有意愿想半万华区Crazy Friday。